臺灣連續幾天都有境外移入的確診個案 加上先前感染源不明的案例 讓大家擔心疫情是否重新升溫 有網友就在臺中疫中的商圈 發現滿滿的人潮 但是戴口罩的人數卻在一半以下 擔心大家是否沒了警覺心 可能會因此成為防疫破口 疫中商圈人潮滿滿滿 把整條大街擠得水洩不通 不過仔細一看 不管是逛街挑衣服的情侶 還是在探餵前等著買小吃的民眾 大家通通沒戴口罩 天氣比較熱嘛 就比較戴不住 戴口就很滿悶的 密閉的地方都會戴口罩 我們還是有戴 那密閉的地方 天氣熱的關係 不戴的還是比較多一點 像一中街這樣子這麼熱鬧的地方 人擠人的情況會比較多嘛 所以戴著應該會比較安全一點 民眾逛街不戴照 看在攤商眼裡心驚驚 先前才會磐石漸染疫風波 周邊店家生意跌到谷底 好不容易等到解禁 人潮回流 第二波疫情 趨又沉沉欲動 我們會去做一些廣告牌 在所謂的大陸口還是巷口 還是說店家的前面 對於入境者要好好的管制 要把病毒阻絕於境外 一中街遊客逛街不戴照 看得業者心驚驚 強調會加強宣導 民眾逛街要戴口罩 不讓疫情重返商圈 知者劉建宜 李明憲 SNG小組 台中採訪報導 李明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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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agn戴口罩 李明憲 嗨 李明憲